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经文是在萨摩尔记十六章第七节 耶和华却对萨摩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身上不同班级或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时 你是如何决定要先跟谁当朋友呢 你会做些什么来让人对你有好的第一印象呢 人看人的方式通常都是先看外貌 所以我们常会借着装扮来让别人喜欢自己 或做些事来讨好对方 大多人一开始喜欢亲近认识看起来很酷的同学 或是找班上功课好的风云人物做朋友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与认识 你是否发现实际的状况不一定跟外表看到的一样 粗壮有黑的男生既然比女生还细心 说话又急又凶的同学居然是班上最热心助人的那一位 圣经告诉我们 天父爸爸叹的是我们的内心 不是我们的外表或行为 就像神对撒姆尔说 他要拣选的是这么多兄弟当中最瘦小的大位 当我们花了许多精力打扮外表 努力表现 是不是应该也多花些时间 让我们的心更加与神亲近呢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撒姆尔记十六章七节 耶和华却对撒姆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撒姆尔记十六章七节 耶和华却对撒姆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不以貌取人 我不用担心长得不够帅气美丽 表现得不够突出 你就不爱我 你重视在意我们的内心 我要把我的心每天打扫的干净 亮丽 让天父爸爸可以喜悦的住在我的心中 孩子们这样感谢 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